大家好,欢迎走进老兵说武器 近些年来中国海军得到了全面发展 不仅从军官素养,部队建设以及战略战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在各种先进装备的替代升级方面 获得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成就 中国海军可以说是21世纪前20年 世界上发展最为迅猛的部队 不仅装备了第一艘航母,增加了核潜艇服役数量 而且在主力驱逐舰方面尤其进展迅猛 令世界为之侧目的055大驱服役是其中的代表 不过还有一款主力驱逐舰,让军事专家更为关注 那就是目前我国海军大量服役的052D驱逐舰 其自身加载的多项黑科技连美国都为之震惊 那么052D到底是何方神圣 它上面又加装了什么样的黑科技,让世人如此关注呢 据国外媒体消息,美国国防部对于052D极为感兴趣 首先是因为这是一款目前在中国海军体系中非常成熟 并且已经形成强大战斗力的主力舰倾 而非是科技展示成果的样板 目前052D已经在海军序列中服役17艘 数量远远超过055大驱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052D自身装备了346A雷达 这款雷达非常先进 其性能已经超过美国宙斯顿驱逐舰装备的雷达系统 在现代战争中,海军早已实现了超市剧作战 依靠的就是越来越先进的雷达系统 两军在海洋上交战时 谁能够先发现对方 更快地锁定对方就可以获得先发优势 现代海军几乎所有武器都是建立在雷达系统基础之上的 没有了雷达 所有的武器就好像变成了瞎子 根本无法锁定目标 而如果对手的雷达比几方雷达先进 则很可能先被对手发现并发动攻击 自己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因此美军非常重视零文二弟的雷达系统 据美军智库估计中国这款军舰的作战雷达 可能已经超过目前美军现役的伯克级驱逐舰 所以美军正在加紧研制伯克三级驱逐舰的升级项目 而雷达二弟驱逐舰的发展 也为我国大型驱逐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雷达五五大驱有很多技术就是源自雷达二弟 尽管这款战舰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而且也大量装备部队 但其仍旧无法满足我国海军的需要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雷达二弟的吨位和体量太小 无法装载更大型的行进设备和更多的武器系统 目前这款战舰上仍然没有安装对地攻击武器系统 没有对陆地的攻击能力 并且不能起降大型作战直升机 在反潜能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国外 因此类似于雷达五五大驱这种大型战舰 在今后真正的主力 不过五国海洋领土面积广大 需要各种战舰密切配合 无论大中小型战舰都需大量配备 因此雷达二弟在战斗序列中的地位也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海军采购如此数量雷达二弟的原因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